政府不是鼓励在家不要出来吗 你怎么又出来拍视频了呢 给大家一个答案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成梅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之前有网友留言告诉我 Bro 你在家里待着不要出来 Keep safe OK 我这里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 第一呢 我的工作是Pro-Hired Car Driver Part-Time 就是Partner有很多Time 所以利用这个Partner有很多Time的时间呢 我就来拍一点视频 第二呢 我太太是护士 所以这一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保障她的这个上下班 能保证做一个后勤工作吧 每天那个 她出家门的时候啊 会跟我的小女儿讲 那个妈妈去打病毒了 你大家乖乖听话啊 再把这个我太太送去医院工作以后呢 然后我就会 这样大概拍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作为将来这个疫情过去以后呢 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 能记录一下 以不同的视角来记录一下新加坡 在这种疫情中的各种表现吧 那么好 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 关于我这个出来拍视频的这个事 已经跟大家解释清楚了 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而且政府号召的事情 我是严格遵守的 而且时刻记得保持人与人间的距离 今天呢我甚至都没有出去 只是在车里面拍这个视频 其实在很早以前 我就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了 武汉封城 我就预料到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是从那个体制中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了解中共的这些做法 如果不是出了重大的事情 不是这个病毒是一个非常可怕 达到这种无法控制的程度的话 它是不会封锁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的 中共那个把经济 把那个钱看得比它的命都重要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就知道这次的疫情非常之严重 因为它这种隐瞒疫情控制言论 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个病毒扩散到全世界 可是呢各国政府啊反应都慢了半拍 昨天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了一个网友 在上面评价就是新加坡的这些措施吧 说当时啊说这个口罩的问题 这个我太太给了我一个回复 说当时作为政府来讲 没有鼓励大家这个去戴口罩 因为要保障前线的医护人员的有足够的口罩 要保障前线的战士有这个足够的物资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错的 因为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全世界的口罩都被中共给搜刮搜刮到中国去了 在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中共就到处各个国家去搜刮这医疗物资 什么防护服啊口罩啊消毒业啊 这个这是有证可查的 在那样一个情况下 政府做出这样一个不鼓励戴口罩这样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吧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新加坡这个防疫措施慢了半拍 直到现在呢才祭出这样的这非常严厉的措施 对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责任 所有的政府都有责任 因为他们对中共的认识不够 所有的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当中 都为了得到中共的利益 跟它谋求各种方式的合作 这些年呢赚取了大量的这个 可以说吧从中国人身上赚取了大量的金钱 之前中的那个恶因呢 现在就是这个恶果显现出来的时候了 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反映过来了 包括中共的一些铁杆盟友 包括伊朗啊那个卫生部长啊 就是表达了这个对中共的数据就是一个笑话 在非洲的埃及啊 他这个一个律师也开始这个准备起诉中共 而且其他国家也进行了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吧 全世界对中共的这个恶行啊都有了一种刑物 很多新加坡人呢对中共有一个误区 以为中共就代表中国 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啊 中国强大了 我们东南亚的华人也能听起腰杆啊 怎么怎么样 这种廉价的民族主义 而且有的时候是不分是非 不分青红皂白的 我们这个很多华人呢 就是也是被中共的洗脑 因为他收买了很多华人媒体 在大肆宣传的他那套理论 有这个爱国情节的这些个老年人上当受骗 他们中共利用了这些人的善良的这个心 以及他们的对于中国啊 对于中华民族啊 对这个热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被中共这样利用了 还觉得自己说啊 我你看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 我这个怎么怎么样 热爱自己祖先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 这都没有错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的非常朴素的一个情感 但是呢中共利用了这一点 之前我曾经也是这样被中共的这样利用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清醒 能够醒悟过来 中共有一个宣传部 就是从上至下吧 我就以部队为例子吧 部队的连级有指导员 营级有教导员到团级有这个政委 它是一个系列下来的 这些搞党务工作的搞这个政治工作的人 他那个不干实事 整天就是整人搞宣传 这是非常让人厌恶的一个部门 给这个人呢 给这个战士搞一些打鸡血的一些个做法 就是给人洗脑 实际上就是不叫宣传部 我觉得应该叫洗脑部才对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对中共啊 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不要再被他所欺骗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新加坡本地人 他们喜欢刷小聪明 这个以为全世界都在从中国撤资的时候 你要去 这个时候是你的商机到了 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做什么事情啊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这个这个话重复了太多遍了 那本质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因 现象呢 是本质呈现出来的一个果 用佛家讲这个因果循环 因果报应 你那个因是恶因 你这个果一定是恶果 用作用力反作用力来讲 就是你用力打强一拳 那当然你会痛了对吗 他会给你一个反作用力 作用到你身上那就是痛 它是很科学的一套理论 它并非是那种那个无法解释的 这个玄之右玄 那怪力乱神这些东西 可以通过逻辑推理 科学分析 是可以解释出来的 只不过是现在这些事情啊 没有被一个系统的去认识 就是系统的一个总结 所以啊我给出的建议就是 一定要先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寻找新的商机 在寻找到以后 立刻切断跟中共的任何联系 任何往来 这样才是切断病毒 切断这个祸根的最重要的一点吧 如果现在还认不清 还要想继续跟中国合作 将来就要遭更大的难的 中共的那一套东西 这个欺上瞒下呀 这个控制言论这套东西 它对这个社会 对整个世界的危害极其严重 现在显现出来的是这个病毒 将来可能还有更大的这个灾难在后面 所以啊请看过我节目的人呢 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赶紧的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然后切断和中共的任何联系 那么什么时候是投资中国的机会呢 我以前做过股票 那么做股票的都讲究这个抄底 不是说这个趋势在下降的时候 你去接这个趋势 是把刀子 你用手去接这个刀子 是会非常痛的 什么时候对呢 它下降了 它下降之后 它在反升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抓住机会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这个机会呢 我之前的这个节目中也都说过了 中国人能一人一票选举他的政府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投资的一个机会 也是帮助同胞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看问题的一个方式吧 就是众人寻国我看因 当大家都执迷于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个人倾向于寻找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它的原因在哪儿 它的根源在哪儿 把这个根源处理掉了 那么我们才不会有更大的恶果呈现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节目呢 对您能有所帮助 请记得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好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